阿威也一半二十半 喔有啦 喔可以講成文 可以講成文 哪個B會喜歡 有點像法式的可麗餅 它其實是雞蛋絲 真的啊 雞蛋喔 雞蛋絲加蛋白那樣子 真假的超好吃 來到泰國野 遇到台灣的朋友 Jenny 我是Jenny 今天呢 就是要帶你們體驗一樣 不一樣的私人包船行程 所以我們今天 現在來到 大家看一下 招闢椰河 說一個在那邊 對 然後今天特別 就是因為你們兩位來 然後想要帶你們體驗不一樣的 特色的行程 帶你們有半股最知名的招闢椰河 選位置 選你想做的位置 今天這整燒都是你們的 你們要幹嘛吃東西 怎麼玩都沒問題 我們就下船 我看那邊有建築 這是什麼 這個是鎮王廟 鎮王廟就是我們在 泰國的硬幣上面 最知名的一個小景點 很多人現在在外面都會穿泰服 穿泰服來體驗跟鎮王廟拍攝的特色 我以為一個問題 泰服是什麼東西 泰服就是泰國的傳統 好不錯 你一次說泰服 我一直聽不懂 真的假的 我一直聽不懂泰服 那現在這個時間其實 因為現在泰國真的很熱 超熱 我們推薦最好的時間大概可能四五點過後 然後這艘船是大概兩個小時的時間 就可以去慢慢的去欣賞 我跟加拿大講加拿大說有點像是意大利的 對這個 威尼斯的感覺 但是我最怕就是被這個水拨到 非常非常的髒 但是這也是他們的最早期的經商的運河 所以大家就是來到曼谷 現在湯邊也蓋了很多飯店 或是百貨公司 就是一個 你可以relax的體驗 泰國的交通工具有很多種 一直到現在 很多人還是靠著這種船 上下班 上課 然後跟這種很傳統的 去帶你體驗泰國的傳統文化 因為泰國超帥 我們剛剛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 差不多花了四十分鐘 交通工具可以選很多 有摩托車 嘟嘟車 雙條車 搭船 如果要這樣這船大概要多少錢 這個船包船的話大概是三千五百泰銖 兩個小時 我超級 其實很便宜很划算 最多可以帶十個人 我喜歡 剛才聽完之後說 這邊是國王的床 應該是皇家的床 那一般的行程不會 來到這邊 因為我自己今天也是第一次體驗 所以我跟你們一樣也是很興奮 這個都是用金做的 我們現在免費進來 然後船就在那邊停著 這邊大家都可以進來嗎 還是只有我們可以 呃 正常應該是可以自由開放 你在外面去搭觀光船的話是進不來的 他不會晚進來站起來 對 對 他不會停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哇 超漂亮 你看超漂亮 我這個要付錢 我會買你的樓 哦 才可以 這個很想要進去船 南保 脆 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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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買嗎 20塊 20塊 他問你一般20塊 哦 有了 米耶 可以 真的嗎 可以 賣很多東西耶 卡噗卡 卡噗卡 他也是在賣嗎 對 然後這個有點像他們的雜貨店都有可能 哇 那邊有準備很多水 你看 所以 氣壯 不要怕你這邊沒有東西喝吃 嗯 他只是西湖子 現在已經開始進化了 對啊 超大 而且他說把他們撞下來為了小西湖 你剛剛都不吃 哦 有了 有了 有一直跑起來 多很多很多很多 啊 現在看到了 你們要丟很多 丟很多 丟很多 他就是他們熊熊熊來了 這應該是泥丘 Dudu車 哇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他們比較喜歡吃一整塊的 你敢碰喔 你超猛的 對 超猛的 丟 丟 每天早上起來都可以看到 每天早上起來都可以看到 都有一足莫福 這樣不行啊 現在我們來見 泰國的嘟嘟車搭嘟車會不會被騙 其實很多人就是對搭嘟車的經驗不是那麼好 是因為他們會看觀光客 然後你不會說泰文就亂喊假 然後可能跟你說 我到那個地方跟你說500 然後你下車之後跟你說 算人頭一個人500 都有人這樣被坑 所以我自己的有一個小秘招就是 如果你們有一些轎車軟體 那比如說像Grabber跟Boat這種轎車軟體 你們可以先估你們想去的地方 在這邊有沒有機會被實際前見 被實際前見 比較沒有聽過 因為基本上其實實際就是為了要賺錢 是比較不會 之前有發生過耶 可能以前有 但是沒有人要做這種事情 因為這種事情可能是被關一輩子的 很嚴重的 但是如果我不會這樣泰文 所以我也沒辦法去跟警察說是誰做的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第一個就是 不要一個人搭 因為一定是體驗 一定是兩三個人一起來搭來體驗 很少真的有人一個人來搭住住車 大家如果真的覺得很不放心的話 是可以叫車軟體 叫車軟體可以叫住車軟體嗎 叫車軟體可以叫住車軟體嗎 叫車軟體沒辦法叫住車軟體 叫車軟體沒辦法叫住車軟體 叫路邊攔 叫路邊攔然後去喊架 我很怕所以我要問 不會可能有出車貨還是什麼 有可能如果你沒抓好 他很快摔位的時候你會飛出去 我以為我超可怕 因為我現在走車我發現 跟他的手抓很近 對 我的腳很軟 因為現在比較塞車基本上他也不能多快 但是如果通常你要最快急速飆風的感覺 是半夜的時候 泰國的傳統小吃 這個是什麼 我覺得你們要吃你們自己去猜 試試看 泰國的傳統甜點 怎麼樣 甜點的 吃不出來那個是什麼 那個B我喜歡 有點像法式的可麗餅 他其實是雞蛋絲 雞蛋絲加蛋白那樣子 真的假的超好吃 又用上面會有那種網子 那種撈網 然後慢慢讓它掉下去掉下去 這樣子 這個我喜歡 這個我自己不吃雞蛋 這個我喜歡 前面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這麼多人 全部都是為了排這一間 所以讓它最有名的燒烤魷魚店 他們的醬料夠辣 現在都是台灣人來排隊 也沒有啦 就是 所以愛排隊的就是台灣人 其實泰國人也很愛排隊 可以看他的價格 一百塊 一百塊 四十塊 還好不會很貴 一千塊 一千塊 OK 只有一千 你要多辣 超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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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在台灣不會有的 所以是路邊小吃都會有soju 要排隊才有soju 然後這一間也是一間 很有名的米其林的小吃店 又是米其林 它也是米其林 它是最有名是豬肚胡椒湯 哇 對 但是很辣很嗆辣 這個叫做sweet time 它是亞馬拉這邊 中果醇這邊最有名的甜點冰品 然後它有中文菜單 中英泰都有 對 通常都是一小杯的 然後你可以吃吃看 不要那麼甜 我這一生這個試試看 這個是鮮奶湯圓 我喜歡 牛奶湯圓 就是這樣一小杯 大概四十五塊 那我這個是有點像是台灣的粉條 它們是綠綠的 這個是那個啦 這個是馬來西亞的 震肉 其實沒有什麼味道 它其實算是印度人的小吃 哦 這個是amazing 我喜歡 這是冰冰的 那裡面熱熱的 那裡面是奶吧 所以我喜歡 很好吃 現在來到的是在China town的大陸人開的超市 所以你只要想要吃大陸的東西 因為大陸跟泰國人 你基本上走入運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有最新最流行 中國大陸所有的零嘴零食 然後這種啊 你平常在抖音看到的東西 這邊是全部都有 而且還比抖音更多 我們有時候也會帶朋友來體驗一下 或是說我們自己想要吃 華人的食物的話 我們就是來這邊買這個東西 價格其實也不會到太貴 可是真的很特別 就是大家有機會來到曼谷 來中國城 就是可以來中國超市體驗一下 然後連這個冷凍冰品都有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肉 真的肉 真的肉 真的 然後雞爪啊 這些東西 都是可以 就是 在這個China town的 中國超市買得到的 去哪 我喜歡買點魷魚 魷魚 魷魚 我們過來一點 看一下這麼多人排隊的 到底好不好吃 很辣欸 很厚 很燙 很燙 剛剛其實我有避掉那個辣椒 裡面很多紅跟綠 我知道超辣的 很辣很辣 所以我拿的時候一定會這樣 撥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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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 所以不要吃到直接吃到辣椒 但是還是很辣 這個是可麗餅 但是裡面竟然有包打拋肉 真的有點像泰式的可麗餅 真的是泰式可麗餅 對 你可以選擇你要的餅皮 有香草的跟炭香 其實都有中文 所以現在要點餐到很方便 我一定要來一個 那個的 打拋 打拋可麗餅 我想問這個打拋肉的可麗餅 算是很特別的 他們自己也包 還是到處都有 沒有 是這邊才有 創意料理 這個算是他們自己的創意料 外面吃不到 來試試看這個 泰式可麗餅 打拋雞骨味 很大欸 因為我知道 那個泰式打拋肉 有時候我們會用那個 胡思來包著吃 夾著吃 那感覺有點像 但是可麗餅的表面又更脆一點 所以那個口感就更加豐富 而且非常的紮實 如果這個拿去烏克蘭賣 我覺得烏克蘭會吃嗎 我覺得還好 因為這個很辣 我們不吃辣 好想喝 好想喝 我可以吃幾碗 呀 OK 真的